因为我知道他是要将那幅地图交给我,他想到利用公开销售这一点,令得子玄以为他没有那么大胆而给他骗过去,但是这个办法对付子玄这样的人物会有用吗? 当我想到那幅地图分明是和三亿美元这样庞大财富有关的时候,我的心也不禁激烈地跳动起来,而我继而易想,更是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。 因为我想到那少女将地图交给了我,他当然不能再应付子神而他的生命,但当时我实在不可能全面详细地去考虑问题,只能立即到,当然可以。 那少女一笑道,我叫石菊,你一到中国和印度的边境,雅鲁藏布江的下园,向人提起我的名字来,便一定会有人带你去见我的母亲了。 相片在这里,他取出了两双尼龙纸带来,我认得出其中一只,正是那年轻人给他的,而另一只却不知是什么,我伸手接了过来,却不收起来而向子神丽阳道,石小姐,我觉得似乎应该让子神先生过目一下,子神的眼中正射出猎音也是的眼光,注视住那两只尼龙袋。 石菊道,当然,要不然,他还当是那幅地图,就此交了给米粒。 我对于石菊的认定和勇敢,心中不禁佩服到了极点,我绝不是未见过世面的人,但是那时候,我的手未免微微发抖。 石菊道,能够欣赏一下石小姐的倩影,当然是莫大的荣幸。 我早知道,石菊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,他的每一桩犯罪行为,几乎都是十全十美,丝毫不漏破绽的。 他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这两个尼龙袋的,一时之间,我倒没有了主意。 连忙在以康巴人的古语,将石菊一问,给他吗?得到的回答很简单,给他。 老实说,我真给这一个回答迷惑了。 我想我所料的,石菊要将那幅地图交由我手中,带出子神号。 于是,绝对是不会错的,但是,为什么他又肯将那两个尼龙袋交到子神的手中? 难道说,那两个尼龙袋中,所包的根本全不是地图? 那么,时局此举又有什么意义呢? 我略想了一想,便将两个尼龙纸袋放在地板上,向前面推了过去。 此神用那柄特质的手杖,将两个尼龙袋挑了起来,眼却望着我们,时局的脸上,见出极度不在乎的神器,两眼也直视着此神。 而我,虽然看不到自己,也可以知道自己脸上是一片茫然不解的神色。 此神将两只尼龙袋颠了颠,举起了其中的一只。 刚要撕开来的时候,我的心已然,蹦蹦地跳了起来,因为我识出,那尼龙袋正是从那年轻人,多半就是死神迪国的那个黄骏那里来的。 时局却笑眯眯道,不要拆那袋,那袋照得不好。